哈喽大家好,我那个上海的闺蜜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告诉我 她今天要看房子,她要买房子了 于是她就邀请我一起陪她去看房子 所以说很多人都说陆沛嫁到台湾过得不幸福 过得很惨,被歧视怎么怎么样的 其实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像她的话也没有那么认真的去工作 工作也是时间非常的短 但是人家不靠父母,不肯老 好,一样在台湾可以买房子啰 所以说嘛,凡事不要道听逐说 要真实存在的事情 要眼见为时,耳听为虚 好了,顺便带大家去看一下台湾的房价如何 这个是农地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我们的基地位置 那我有两栋,大区的话是这边 盖10层楼,然后就是37户 我有两房26平,三房36平的部分 你说什么,三房多少便宜 36 那你这个是阳台队这边了 我的话都有面向 也可以看名字要哪一个面向 可以跟你做介绍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看房子也要看 我的观景室 是,我的三房基本上是看农地 我的两房目前只有剩下看这一侧的 那你这个风景不太好 不太... 干架的话大概在23、24万左右 那两房的话它室内使用面积呢 17 17 那很小欸 如果您本身是住大坪宿的 那对于您来说是很小的 但是它的房间都放得下双人床 好吧 那姐姐您帮我留一下您的年轻房子 帮我留一个姓名跟您的年轻房子 就可以了 哇,有钱真好啊 看吧 那个上海嫁到台湾的女孩子 媳妇 绝对不后悔 买房呢 它这个是买来投资的 现在我们去看房子了 然后另外一处 要脱鞋 要脱鞋子 我也有解皮 好了脱了脱了 贵哥我挖子 用了脏鞋子的部分 哦 这个 它这个是样板房吗 对 样板哈 这个是两套 好温馨哦 这挺温馨 这只有一套鞋子 一套鞋子 但是我们也有两套鞋子 哦 这个是最小的瓶子 这是卧室 哦,这个是卧室 小龟小了 还是挺温馨的 看吧 这一个书桌 一张床就这样 然后这个 这个窗户这个哈 就表示我们看得到海景 大概是五楼以上 都看得到海景 哦 这样哈 它这是有一个窗户吗 这里 对 这也有一个窗户 哦 就可以看到海边了 样板屋就是给它磕起来的 嗯 嗯 这个有总共有多少层 1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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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也是 客厅就看得到海景 这个超 就是代表超通 哦 这个是用什么拍的 用空开机 哦 在基地上空拍的 嗯 它模拟的是14楼 嗯 其实五楼以上就看得到海景 哦 因为我们这是市区第一高楼 嗯 其他的你看都是 最高五层楼而已 透天的嘛 嗯嗯 这边你看一下 哦 这有个吧台 因为现代人啊 都是 你就喜欢这样子 吃饭 配电视嘛 所以不需要有特别的餐桌嘛 这样就可以了 嗯 在这吃饭也可以嘛 可以啊 可以啊 小户型的嘛 嗯 可以 换那种可以伸缩式的那种 有没有 可以调整的桌面就可以了 哦 两室的哈 两室一厅 嗯 然后这个是浴室 嗯 嗯 这只有一套 哦 这个是两套 不是一套吗 这一套 我们也有两套 也有两套的 房间小小的了 就是这样 看吧 所以他没有做床头柜啊 跟我家一模一样的 满意吗小姐 还可以啊 你看这个刚刚好 他这个池子真的不错 对我也是 看我们大陆 就是要大 他们都很渴望有这样子的造型 嗯 因为一个锅子放进去 就很好洗 这个都是可以定做的 嗯 而且他是台下台 我也喜欢 我那时候就想到回大陆做这个生意 嗯 可以啊 这个有多少钱呢 这个房子啊 这个就我们4887 好舒服哦 新房子的感觉哦 都有 土柜这些有的都有 对那 就是你们的展示那些杯子啊什么的 那个 那个我知道 那个是肯定是没有的 对 嗯 70万 对 刚刚这样子一间 那 我想说 嗯 那个有两个 还有两个 鱼鱼的 是多少钱 是多少钱 什么意思 两套鱼鱼的房型 两套鱼鱼的话 那套楼层吗 因为他要大车位 大约都在700多 因为他屏数比较大 比这个室内大是吗 对啊 他那里面的话有19坪 这个里面是15坪 24坪 多4坪 多4坪 室内多4坪 而且重量就是28坪 这个是23.74 对 哪个比较好项 哪个比较好项 哪个比较好项是看你的需求要 比较适合哪一个 对 然后还有你的自备房 这个房型不用买车位 对 两套鱼鱼的还要再多买个车位 要加车位 要买个车位 对 你看他如果说 两套鱼鱼的 好 我们用相同条件好了 现在488的话是六楼 48860 六楼 这一栋楼总共14层 我觉得还好 不太喜欢太高的大楼 其实那个花园洋房 独栋的那些我都挺喜欢的 父婆呀 父婆 那台湾看房子就是这样 但是讲解的也是比较细心的 然后车位啦 然后周围的生活技能 他都会讲到 然后价位呀这样 哪个比较好项 各方面 基本上有配车位跟没车位的租金会租一样 但是以后如果你要买奈的话 有车位会比较好慢 对 我会建议要配车位 就是反正差130万的车位 对 因为贷款基本上到时候租金会帮你洗手 我问过了 这个房子距离海边只有1.5公里 不错 我喜欢大海 现在我们去看那个现场啊 房子要明年才可以盖好 一看就心动那种 海景房啊 哦就是这一栋 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我觉得那种预设屋 看不到东西的话真的是 不太喜欢买那种 我觉得现房比较好 像他这个快盖好了 那还是可以 就是这一栋 旁边有一个小公园 如果选择什么型的话 他面临的是公民这边 然后前面这个就是等于说是 就跟我们那个战略学服 也就是这样子的 开放式的 开放式的 然后稍微做一点 什么的吧 应该也会做吧 对吧 不可能空空荡荡的 因为这都是规定的 一定要退缩这么多 有没有 作为公民空间 要不然就没意思了 你这个是马路上活危险的 嗯 那边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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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今天好多的 我们来看我们这些 下雨了 再采 风调雨算 有风有雨 哈哈哈 国小了 然后运动 有没有 可以去运动 哦 对对对对 比较近吗 国小再过去就是图书馆了 所以这个地点是很好的 嗯 好 呦 这一栋小房子不错 读洞的啊 对啊 读洞的 这个洞也不错 这一栋 虽然就差多了 没有 这个比较大 那个比较好 那个比较精致 这个比较大 不是 对 那个墙哦 它不容易老化 对 像去瓷砖就会变成这样子 你知道吗 那这个叫洗石子的 对 那个应该 一般我们会讲说 和风啊 因为日本人喜欢用洗石子的方式 对对对 这就比较偏向日本式的 小石头那种 小的石子 小石子 那个我喜欢 因为它那个是要抹上去以后 用水洗掉 哦 才会露出它的石 石头颜色 这一小洞也可以啊 像这个也是洗石子 对对对这个这个 门口 我喜欢 这个很好 没有院子的 古迹啊 没有院子的不好 但是呢 我们这整个市区 都是围绕这个庙发展的 早期嘛 嗯 早期在这边开墾的时候 就是从这里开始凑上出去的 哦 以庙为中心 靠海边那边都是工业区 在桃园科技园区 对到海边 所以 来这边的就业人口越来越多 对 对 旧房的需求就越来越大 你就很好租了 资金价格也好 两忙都可以租到一万五 对 自己付出一点点就可以了 嗯 哎呀 回来了刚刚洗个澡 洗个头 大家觉得怎么样 那房子怎么样 是有点小哈 其实小归小 其实也是挺温馨的 而且是海景房哦 我觉得还还不错啦 这种 怎么说这种东西 还是要自己去 自己喜欢啊 我觉得还可以吧 但是我有钱 我也会买哦 好了 祝福他吧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 拜拜